我们再回到市场方面 美联储紧缩计划溅在弦上 而全球市场都在等待靴子的落地 但是这对于实体经济的打击 将计会有多大呢 而看到本港方面 第五波疫情的爆发之迅速 也是令到市场恐慌 股市会否会应声恰错 相关的话题让我们现在马上来连线 高报集团证券执行董事李慧芬 斯莱娜 下午好 下午好 现在市场其实都在等待着 周四即将要公布的 美国1月CPI数据 有声音就预期说 这将会再创40年的新高 那么这个数据之关键所在 也就是它将会影响到 接下来美联储的货币政策 调整的速度和力度 不过我们也看到 高盛的一个最新表态就表示说 这个美联储的超级紧缩 也可能会引发经济的硬着陆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为 这个加息周期开启之后 美国的经济将会面临一个 衰退的风险呢 您觉得美国经济硬着陆的 几率会有多大 其实因为我们这一次看美国的加息的周期 不是因为美国的经济全面看好 只是因为这个通胀来人的比较快的 通胀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油价上升 还有这个因为全球疫情的问题 很多的机缘价格上升 所以不是因为美国的经济 看好了 看好了 所以加息 所以如果美国加息好 像是鲍威尔 怎么说 今年真的加息七七的话 我相信美国经济很快的出现这个衰退 还有出现这个硬券路的问题 但是如果它的加息的幅度没有那么大 比方说今年可能只是加息上去到四季的话 我相信美国的经济可能是在慢慢的调整 那个通胀也不出现慢慢的调整 但是好像我们之前都说了 它这一期的通胀不是因为美国的经济上升 是因为这个全球的油价的上升 机缘价格上升 所以如果美国的加息能否将这个油价压下去呢 我相信不会的 所以这一期的加息周期 另一家都觉得 如果美国加得越快 美国的经济税退的情况越坏的 所以 未来一段时间 我当心美国的经济上升 还有美国的情况的 那么最近本港的疫情状况是让市场非常的担忧了 那么今天的确认人数又是过千 也是再创新高 而政府已经宣布了进一步收紧社交距离限制等措施 也可能会让本港的经济是雪上加霜了 一月的PMI已经下降到了48.9 反映出私营经济前景的一个下行 那如此看来您觉得第一季度的经济数据 会不会就直接跌入到了负增长 那么如果是的话 港股会不会也应声下跌呢 香港的经济增长会会沙滑这个是一定的 因为不是这一个季度出现这个疫情的问题嘛 是过去两年就是由2020年开始已经出现这个疫情 两年以来香港的经济增长已经出现慢慢的沙滑 所以现在在进一步收紧这个的操心的话 我相信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会比较危险 当然大家都觉得政府可能是推着两把61港币的这个政策出来 是令大家舒服一点 就是这个情况会好一点 但是这两把61有多帮助 大家都记得应该是不会太大 所以为了一段时间 这个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一定会出现沙滑 但是经济出现沙滑 是不是能将港股崖这个出现沙滴的情况呢 我觉得不会 为什么呢 因为去年港股崖2月份在31100点以下 沙滴到去年是2月份的22600多点 其实已经比其他的地方沙滴得很厉害 所以今年来说港股跟这个国内的股票市场应该是出现这个反弹的 所以可以说这个港股现在的情况已经反映了香港经济的沙滑 所以会不会再出现呆跌的情况我觉得不会 但是可能在为了一段时间在23500到26500左右再向下波动的 所以不是下跌而是一个滑行的情况的 不是下跌而是一个滑行的情况 那么说到港股的话就想跟您来讨论一下这个科技股了 我们看到这个开年以来啊 科技股的表现也是喜喜落落 让投资者呢有时候会有一些迷茫啊 就大涨的时候呢就会后悔啊 当初没有早一点进场 而在调整的时候呢又觉得自己还是买早了 其实今年以来这个美国科技股方面 已经是出现了深度调整了 并没有延续去年的一个辉煌的表现啊 那么在内地方面呢 我们看到这个行业政策 其实还是存在着一些不确定性 那您怎么来看这个科技股的前景啊 投资者在判断趋势的时候 应该考虑到哪些因素呢 我觉得科技股未来20年 就是不是未来一年 是未来的20年都是一个上升的行情的 但是大家都知道去年 因为内地的进场出台 所以令整体的科技股权全面下跌的 所以为了一段时间呢 我们短线来说 我们还需要看内地的进场 但是在一个中程的时间呢 内地出现一个进场出来 这是15的数据经济的进场出台 这是令国内的很多的上市 都在这个数据经济 日日这个经济战况 美国说他们的进场里面 所以为了一段时间呢 科技股还是会上升的 只是短期来说 我们还需要看这个内地的进场 但是我们可以用它调整的时间呢 再慢慢地从地位去收落 比如说腾信 腾信现在的价格也可以去买一点点 还有这个阿里巴巴 快手等等 我们也可以在现在的这段 去分断去吸拉的 也就是说长线来看的话 这个科技股还是具有投资价值的 只是呢 在现阶段的这个风险啊 并没有完全的明朗 不过投资者呢 也可以考虑啊 在短线 在一些回调的时候呢 来趁机吸纳一些 有价值的股票了 这也是Stella给大家的一些建议 非常感谢Stella 在一段跟我们的视频连线 谢谢您 好的 我们也先休息一下 在广告过后呢 马上回来